美国联准会FED在这个月14号结束最后一次的决策会议 他们同时也公布了原本预期升息的部分降到两码 而另外利率来到4.25%到4.5% 这也是2007年以来来到了最新高的数字 同时呢他们也预估在明年中段利率可能会更高 甚至超过5% 同时也下收了明年的经济成长的幅度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次他们对于这个最新利率的报告 还有FED主席Bauer的整体的重点摘要 来对您一一说明 那么可以看到他们提到的第一点 也就是明年中段利率可能会更高 也就是2023年的年底中段利率可能会来到了5.1% 而到底什么时候才会降息呢 他们预估要到后年也就是2024年 利率的中位数才有可能会降到4.1% 而同时他们针对整体 也就是明年的经济成长是有下收它的幅度的 可以看到这个2023年的GDP成长 其实预估只有剩下0.5% 而失业率其实数字是有提升 你可以看到他们预估是在明年的年底 这个失业率会来到了4.6% 也就是会有更多的人面临失业的问题 而对于像这样的情况市场的反应又是如何呢 那根据了解其实整体市场的反应是比较贫于低落的 也就是美股主要指数回吐涨幅随后反黑 那可以看到美元指数短线拉高后又回落 而对此呢其实有专家是有分析说对于经济的衰退 其实呢联准会其实讲的是模拟两可的 而影响市场呢其实最主要他们认为 其实是整体经济的成长而不是联准会 联准会对于这个前景的这个经济的担忧 恐怕远远超过他们想要承担的一切 那么另外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呢 我们TVBS也推出了TVBS的娱乐头条 只要呢扫描这个QR Code就能加入LINE好友 带您掌握最新的娱乐动态 整个追星的目前幕后一个讯息都不漏洁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